車突然開到警車前 駕駛衝下車 跟圓警說 他的朋友被眼鏡蛇咬了 圓警二話不說 讓白衣男子上車 載他到醫院 又或者是這位圓警 騎車在馬路上狂飆 一路鳴笛開道 因為前方車輛裡 有個男童已經失去意識 本來到醫院 要20分鐘的路程 8分鐘就抵達 男童經過治療 情況穩定 圓警幫民眾開道 時有所聞 但雲林一位玻璃師大人 卻因此惹禍傷身 一位媽媽在臉書發文 7月18號晚間8點多 她跟丈夫帶著兒子 行經國道3號雲林路斷時 小孩身體突然出了狀況 求助國道骨坑分隊 值班的陳姓圓警 二話不說 拿起車鑰匙幫他們開道 十幾分鐘後 順利抵達醫院 媽媽非常感謝圓警的幫忙 希望藉由網路找到他致謝 沒想到有網友留言說 陳姓圓警因為善禮職守 被擊過 因為依據值班勤務作業規定 那圓警在處理事故的時候 遇到狀況 他值班應該要有人遞 其他網友留言 不懂為什麼熱心圓警 要被寄過 寧希夫人26號早上 特別跟先生到骨坑分隊 希望向圓警表達歉意 他為領服務的部分 後續會再從有序講 會再經過警察局討論決議 再進行行政獎勵的 當時隊上只有陳姓圓警一人 雖然緊急聯絡其他同仁 但事態緊急 他選擇先離開勤務幫忙開刀 分隊經過討論 決定再對他技工一次 讓他工過鄉底 也讓林姓婦人松了一口氣 記者廖名為文公裕德 雲林報導